印度確診持續暴增 一號通報熟度超過40萬 全球單日最高紀錄 兩個多月感染累計770萬人 增速比前一次快兩倍多 另外首批二支疫苗也已經抵達當地 日本幾天來頻頻刷新1月底數據 最新一天感染將近6000例 大阪新增確診是疫情來最高峰 1200多名患者 不過政府人鐵口直斷 強調沒有意願 停辦冬奧 南韓尚未脫離第四波疫情 每天確診六七百人起跳 病毒幾乎全境擴散 非首都圈社區感染佔了四成以上 中央宣布防疫限制以及限聚令 延長三週到23號 印尼曲線維持相等水平 4月底後保持低於6000人 雅加達蘇卡諾哈達國際機場管理公司 為維護國門衛生安全 旗下近9500名員工 其中76%已完成接種 馬來西亞前一天通報 睽違三個月新高點 二號染疫燒疊千名患者 目前近3300萬人接種疫苗 佔全國人口4.4% 政府目標在年底前達到八成 人口施打 近期越南曲線上下震盪 曾一度日增45名確診 過去兩天小幅回落到低於20人 衛生單位公布印度變種毒株縣宗 境外境內患者上揚 政府強化防疫禁令 美國染疫停滯在穩定水準 二號在天4.2萬人確診 內外防疫不能掉以輕心 因此感染學專家佛奇敦兔政府 通過疫苗專利讓渡全 加快開發中國家疫苗生產 法國從上個月6萬例 曲線下行趨勢 過去24小時增25000例 累計確診全球第四 總統馬克宏日前宣布 即將走出全國三度封鎖 三號起逐步放寬防疫限制 德國確診情況反覆波動 四月剛創下疫情以來 3.2萬例最高點 現在又回落到2萬出頭 疫苗防疫措施促使感染率下降 儘管如此死亡人數絲毫未僅緩 西班牙曲線徘徊不定 二號官方並未公布最新數據 由於每10萬人至少150人染疫 鄰國葡萄牙限制西班牙入境旅客 必須提供篩檢陰性證明 以及正當理由 近一個月英國染疫數以 兩三千例左右居多 最新通報1900名新患者 每千人中確診者降到1人 重回去年夏天疫情水準 即便防疫鬆綁 似乎仍穩定控制 出席